是什么棍法呢 这是扎棍 一树棍 一树棍 对 小棍 对 对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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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塑的 出塑的 谢谢 谢谢这个安老师的这个烧棍 你看这80多岁的人 两姑姑来着看 他面不改色气不错 所以说现在棍地相当深厚 这是一艘棍 一艘棍它是以单头为主 单头为主使用价值相当高 那它的跟边杆的区别在哪 它边杆它是短 边杆应该是三尺边杆 这个边杆是单双头并用 这个边杆就是说拿起来的话 这个主要安家里面的边杆 它是一 它握边杆都有些讲究 想究啥呢 你看这个棍边杆就在和这个 基本上齐平之类 一个有防御作用 一个就是原谅起来 它就是比较灵活一些 那这一艘棍也是这样吗 一艘棍 你看刚才安老师拿上它 你看这个棍拿上它 它就是你看棍这么起来 主要是抓到头这里 基本上不留靶 双头棍是留靶的 单头棍是不留靶 你看安老师过来 你看它就靈活一些 所以这个就是使用价值相当高 而且这个单头棍呢 主要是有砸法枪法 刚刚两个枪法 出来就枪法上砸了 对不起 棍呢就是棍打一大片 但是棍也害怕的 那么现在图法叫戳 就是扎 就是这个棍它更多表现的是它的扎的一句 对 扎和打 它叫打也 就是说这个安家棍呢 就讲究打了一些东西的 讲究说东西不合适法的宁科 宁科 它是讲究的机巧 机巧呢 把上去的安老师走得走 我说它怎么走上来 把故事学了 这样就在学习转了 这就是钱 哦 现在还蛮大的 这个东西是长雕兴党吧 雕 对 就是雕党 对 就是 就是有个 你看 就是说是 雕党 哦 一大故事 对 对 对 那这个好 好 有击法的还是叫安老师来是吗? 对,安老师也是击法的 哦,就是这个地方,你的脚就好看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好看 这个地方就不由击了 你就把,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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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的脚就好看,这些地方就好看 哦,这个 这些是哪些技法呢? 这个脚就是禅果 刚表现的是禅果 那在什么情况下怎么用禅果不一样好呢? 这个东西,你看,我熟悉呢,就是整个数量 这个熟悉呢,就是练好了 就是怎么都可以 练不好的话,你不上手的话 像我们拿上,怎么都不能用 哦,就是什么好事 但是安老师把这个练到什么呢?随行随意 随行随意的,为什么随行随意呢? 比如说现在就是,一共过去,你随便扎一共 这个,你看,随便,你说怎么打一共 叫安老师这么破,随便 要有工资吧? 工资 你假设是,这边抓起来 这边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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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就是刚才你们 找了一双一名表现出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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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